接下来厉害了 有两位选手同时登场 让我们有请安思颖 孙楚彤 谁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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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到 我先到 我第一 大家好 我是安思颖 今年七岁了 我非常喜欢西欧记 我从家人就开始讲西欧记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西欧记中的三大白骨经 我非常喜欢里头的孙悟空 你知道今天有另外一个选手 也讲三大白骨经 知道 一个小男孩 打块板的那位 我叫孙楚彤 是个八岁童 旧爱听故事 爱好大骨童 手持小主板 截斗脆声声 运气嘴一张 声音轰隆隆 轰 隆 隆 你们俩要同时上台 同时接受评委的评审 那你紧张吗 你现在感受是什么 有点是还紧张吗 我能用快板的形式 把这个三大白骨经打开 而它是光瓶嘴 我觉得我的优势应该比较大 你对你今天的成绩有什么期待 我非常需要读到那五个字 那评委老师坐在后边 你要不要拉个票什么的呀 老师 就是现在正在化妆的那个女老师 行行行 一会儿我找她要一票 你不用一会儿 你就现在去要吧 你现在去吧 把东西放上 然后你就说 老师你给给 好意思吗 你好意思吗 要是你 你好意思吗 我现在不知道呀 就你好意思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不愿意的话 也没关系 你也不用年轻 我没事 你没事啊 我就不要了 是吗 一会儿孙老师那票就是 只能看你台上表现了是吗 行 你们俩是认识吗 我们不认识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现在不是认识了 现在认识 之前不认识 那你俩干嘛一块上来呢 你也讲了一个故事 你也讲了一个故事 之前也没商量 之前不认识是吧 讲了什么故事 讲一个故事 三大白骨经 西游记里头的 西游记里头那个 那我觉得导演太狠了 把你们俩排一块了 那你俩怎么讲啊 合作的讲 不是合作的讲 就是他先讲 然后我再讲 男同学 你应该有点风度 孙楚空 是吧 合作就合作呗 我不跟他合作 不是合作的讲 一块你也白骨经 对 我就完了吗 不行 不行 安思营 安思营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礼物 就是这八戒这有个问题 等我讲 我们俩讲完了 然后看一下 谁猜对了那个问题 谁看出来了 就送给谁了 如果都没有猜 就我们几个是吗 如果都没有猜对 我就随便送了 好的 你掰开一人一个 最后一个人 只能得到一个盒子了 那先送我了 这是大力 好嘞 不错 那你们俩谁先来 他再来 好 那安思营请开始 唐僧师徒四人 为取真经 行至丸子山颇跃洞 那里头住着一个千年白骨经 为了吃唐僧的肉 他先后变化为 村姑 妇人 可是都被孙悟空识破 但唐僧不分人妖 反而责怪孙悟空 连伤母女两条性命 白骨经第三次变成白发老公公 又被孙悟空识破 唐僧立刻写下贬书 将孙悟空赶回了花果山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 白骨经第三次变化 孙悟空被赶回花果山的这一段 孙悟空心想着白骨经早有害人之心 这次逃走一定不肯罢休 我若是不打 师父性命难保 我若是再打 师父恼怒念持紧箍咒 我可真受不了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 有了 但老孙赶到前边去 先除了这个妖怪再说 想到这儿他就对唐僧说了 师父我去前面探山巡路 说完骑着金箍棒就先走了 咱们再说那白骨经 他两次变化人形 都叫孙悟空给看破了 他还不死心 又生了一计 他心说 那唐僧心慈面软 善恶不分 已经恼了好头了 我要三十巧计 便以白发老丈 攻一下唐僧的心 管教他们师徒团结恩情 狠毒阴气的白骨经 跳下山坡 摇身一遍遍了个白发苍苍的老丈 左手捧着一本佛经 右手撵着一串佛珠 一边念 一边往下下走 孙悟空一剑怒火上升 迎上前拒绝帮叫打 那老头真鬼从金箍棒下到 撑 一窜 直奔后头的唐僧 去了 最后还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唐僧静静喊声 立刻快步上前 老头一头扑到唐僧的面前 又哭又嚷 长老救命啊 长老救命啊 唐僧还没伸手 把老头扶下来 孙悟空就赶到了 你这妖精好上狡猾 找打 说完举起棒就要打 唐僧这下可气坏了 你都大胆 孙悟空只好住手了 心里头是又急又恨 那老头不等孙悟空开口就抢了 先说 好啊 你们打死我的老妻和女儿 还有家害老汉 你们出家人的心好狠呢 长老 手在哪里 您徒弟这样心胸杀人 你都不管呢 您还行的什么善 念的什么佛朝的什么 山取的什么经 孙悟空一听挤的眼都红了 他举起金箍棒 使着全身力气 尝老头啪就是一棒 唐僧一见火了 实际的念紧箍咒 孙悟空腾的满地打滚这么一来 就让那个白骨精使了个脱身法逃走了 这会儿猪八戒和沙和尚也跪在地上哀求师父 师父 您别念了 师父 您别念了 长曾见悟空腾这样 也有点不忍 就停住了紧箍咒语 有心找了孙悟空 不想诡计多顿的白骨精一看 唐僧中了瓷心了 要饶死悟空 他又是离道毒计 从山头上扔起一条白绸子的宿卷 唐僧接过宿卷一瞧 上头写着呢 佛心慈悲 窃记杀生 纵徒行凶 难取真经 唐僧你看 天挑宿卷 这一定是佛祖的点 华呀 就对孙悟空说了 我本想饶你 可是佛祖不能容你 你回花果山去吧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大家想知道 孙悟空到底回没回花果山 唐僧师徒是如何逢轩化吉的 那我近期再接着给大家讲吧 没事 你后边还有一个呢 对对对 她也能讲 这样 你看 你还有礼物的设计 我们呢 我们的设计是这样的 让她也讲完 给你们俩一块来点评 行 还是说 你要先把礼物送出来也可以 让她先讲完吧 看看她能不能看出那个错误 好 让我们请孙悟空上来 你觉得刚才 安思莹讲的怎么样 就感觉讲的有点少 但是讲的还挺好的 讲还挺好是吧 那你现在有压力没有 没有 安思莹你觉得她会讲的超过你吗 不会 好 孙悟空请开始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三大白骨精 唐僧师徒死人为了取真经 行至白虎岭前 在这个白虎岭内呀 住着一个尸膜白骨精 为了吃唐僧肉 他先后三次变化为 村姑 妇人 白发牢公公 可是都被宋悟空的火眼睛睛 给识破了 但是唐僧却不变人妖啊 最后一次写下了贬书 将宋悟空给赶回了花果高山水连洞 后来发生的事情 可是让唐僧后悔莫及呀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听我慢慢讲 唐僧岛西天取橘金 才是跋山涉水的岗路城 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得紧干净 他们试图三人往前走 就是缺少呢 大闹天空的七天大圣孙悟空 这时候天色依静晚 是这只山风龙晶晶 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 猛听得当当 这远处传来 集下钟声 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 见一座寺院红尘绿瓦改的京 红边上写着三个大字 天佛寺 怎么迈步进了这个大殿钟 见证当中 连台上分座如来佛的乡 在两旁石花罗汉 看紫眉善魔的陆孝龙 他们试图三人盲跪倒 按祷告 愿佛族保佑弟子 辞去西天逢凶化 及遇难城墙 安安稳稳地夺太平 唐僧在这里正祷告 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声 呵呵 我三次变化没得手 斜斜在悟空的棒下丧了声 我认为你唐僧尽手软 把孙悟空带回了划过高山水连洞 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灯 唐僧这回让你难逃生左右 跟我拿下了事 唐僧已经抬头看 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 正是那新妖作怪诡计多端的白骨精 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变了样了 一个个轻面獠牙特别凶 白骨精 满人杀气的拔领下 用妖气呼啦过来一窝蜂 他们先把唐僧给拿住 猪八戒沙僧属手被针的济南平 唐僧说 悟空啊 我不该锁拿妖精当好人 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国高山水连洞 事到如今后悔晚 是否不晚 悟空在此 原来是金蝉老妖贼答应 蹭 他跳上了宝座一抹脸 立刻监管装烧失灭毛羹 正是 担闹天空的吉典大神孙悟空 直见他头戴着冷转罗帽子的毛编终维修飞龙 紧金箍 叫雁明 剑上红大红匹风 几身口黄云断这个虎皮战群雷妖众 斯文带经打连环口 腿牛皮管学足下等 手持一条如意金箍 我们真是好几种剑 八面威风 高喊妖魔哪里头 铺铁蹦直奔白骨精 这妖子 一声说不好 抽双剑斜正化补门回营 从悟空一蹦一蹦的连一蹦 但只见蹦起蹦落蹦扫腕锅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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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一蹦一蹦的连一蹦 它是蹦蹦起白骨精 这妖精闪转铜螺 上山下调左右 东倒西白天也猴火 只有招架子里没有还尸的功 在这时候 大小妖怪嗷嗷嗷嗷一声 往上冲 孙悟空不患不患身躯晃 但只见中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天前猴火作作又有 到处都是孙悟空 有地给唐僧借了成所 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帮绳 唐僧着时间又洗 大小妖怪 骄傲八戒喊沙僧 快快快 快帮着你的师兄打邀请 沙僧在这里舞传照 猪八戒丁爬高高雨在空什么狮子丁老虎丁 山毛野狗吐的丁 借着武功打长虫 大眼金城被消灭一扫瓶 白骨精 其蒙逃出的门外 寿火魂本人要么在逃生 扑扑扑口内处神火 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 突突浓烟挤一沙沙的眼疼 挑挑金车窜窜窜火球红 白骨精被神火烧大滋滋的响露圆形 是一堆白骨的赏肉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来 安四颖快回来 她真讲的时间比你长 怎么办 她打得快了 安四颖这样啊 你是先挨的对不对 对 你再点评一下 你的搭档 不是 你的对手 对 对手 她呀 孙楚彤 她把你没讲的那段给我们讲了 她是 她直接把你讲完了 这不用晋级了 你看她就讲完了 对 我就为了这个很生气 我说下台好好收拾她一顿 那你现在不还有个礼物的事吗 对呀 我这还惦记这个 看出来没有 挨哥看 看出来没有 来 挨哥看 看 看有错误的地方是吧 看出来了 提示在猪八戒身上 你这是 八戒身上那我没看出来 你看出什么来了 你说你看出什么来了 我之前是看出来唐僧 没了一只手 我后来仔细看 那个手裹在袈裟里了 一开始我以为我找到错了 这猪八戒是不是缺了一个手 看半天 没有 猪八戒那手在绣子里头 我问你 这是你做的手工吗 我和我幼儿园老师一块做的 一块做的 故意还留了个小破绽 我看要真非要较劲 那就是九尺丁耙少了几个尺呗 对 真的 你答对了 归你了 这猪八戒就归我了是吗 不是 这一个就可以 整个都归你了 那不行 这不合适 我放在这儿吧 一会儿去放在这儿 你看你愿意给谁给谁好不好 行 我愿意 好 喜欢谁给谁 好 对于女孩子来讲 讲这个还是蛮有难度的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故事 这个你怎么不选那个 因为我小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两岁二三岁 就摟着小喇叭听 整部的修计我都听见了 就听到这个故事了 我小时候那些全会奖 现在我会描述 但是那特别细节的 有点忘了 但是大概我能描述下来 整部修计 真真厉害 我觉得这个安思颖是吧 这个小姑娘 她的性格太可爱了 她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天才 因为她太外向了 她的所有的那个 我觉得所有的故事 放在她身上 她要认真读过 她都能够给她演绎出来 同感同感 是吧 她在演这个 不是说 不光是讲了 这个《四大百五经》的时候 她都融进去了 这个老爷爷是怎么讲的 孙悟空是怎么样的 这个太生动了 我给她点一个大胆的赞 我们接触过 非常到位的 我接触过很多讲故事的小朋友 她是很少有的那种 能和观众听众建立眼神联系的 这样的选手 真的是很 关键她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她能进入这个 对 她自己也在 她的性格解决了 她是不是在场和不在场的话 无所谓 她的性格决定 她能够抛去其他的一切 进入这个故事 这是最吸引我们的这些评委和听众的 好 咱们先给安思颖亮牌 来 请亮牌 恭喜你 YES 你要听我讲戏 好 恭喜你 那现在压力到你这了 孙楚头 你这段练了多久 你先说说 你这段练了多久 一年吧 就这段是吧 听他亮牌 不是 这段不是一年半 这段我早就学会了 你学快板学了一年半 对 跟谁 跟哪个 在哪里学 跟一个老师的家里 专门教我 家里 跟师傅的 但是她八岁 学一年半 学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我觉得她打起快板来 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她还是在讲故事 不是完全是在背快板 这点是我觉得 她在故事里 这两个同样可贵的 在故事里 这两个同样可贵的 都是她能够进入这个故事 对 这个为什么说在故事里 而不是在秀这个技呢 她打着打着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这胳膊就夹下来了 因为她太专注于讲这个故事 她这个肢体就放松了 那可能就是在讲的时候 这个手还不能夹在嘎主卧这儿 她这个视觉感就不好了 但是从这个我们能看出来 孩子的专注力在哪儿 对 还是专注在故事上 你看楚彤啊 我好担心啊 我下个 我就说把你板没收了 坏了 楚彤站在台上这个 手足无措 不会讲故事了 这个怎么办呢 对吗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不会 不会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 好的一个快板书的表演者 还是一个好的一个 讲故事的人 二选七 二选七 好嘛 其实不用选择 好好用你这个板 去当一个好的讲故事的人 是 这个其实是你的特点 所以特别希望你能够 发扬光大 但不仅仅是一个被快板书 是吧 其实我就是欣赏 你在欣赏你就是这一点 你并不是 完全是模式化的一个演出 你是真的进到故事 对 它不是你的工具 而是你的搭档 对 帮着你一块把故事传递给我们 好 那 请亮台 恭喜你 你们俩人 拉手走下去吧 挺好的 藏死了 两人都通过了 恭喜你们啊 但是我觉得几位评委可能也是没看够 对吧 那接下来 你们要晋级之后 是要跟大人去比试的 你们俩有没有可能组成个组合 嗯嗯 你们俩强强联合 今天其实你们俩是互相给对方加分的 你感觉到没有 并没有给对方减分 你把前面的故事讲了 然后呢 小哥哥把后面的故事给我们讲了 而且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而且呢 到后边吧 在前面呢 这个小哥哥可以给你 酌情的在有些地方加点快板 到后边呢 你很会捧跟 你可以跟他交替 给他捧捧跟 是吧 这样一种合作 没准会出一种特别 是是是 有意思的效果 独一无二的 对 我觉得他们的两个人 其实都有表演的潜伏和天生的舞台感 那么这个时候 当你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其实故事中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角色扮演 你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你又换了扮演那个角色 两个人就在舞台上演起来了 其实讲故事是一种表演 那你们两个人如果真能在一起 如果不是总打架的话 这属于不打不相识 没事 我跟你说 我们栏目组有很多导演 他们会帮助你们把组合模合好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希望他们两个人的组合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对 对 对